IT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 根据数据公司统计 虽然去年第四季度矿卡市场继续导致GPU市场需求下降 但是NVIDIA在独显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了80%左右 这意味着NVIDIA想要再拓展游戏显卡的市场已经很难了 为了不让路子走窄 近两年NVIDIA开始发力数据中心业务 而这部分业务目前占到了NVIDIA营收的三分之一左右 可以说是初见成效 为了进一步扩展服务器市场 最近NVIDIA即将开展公司史上最大一笔收购 要收购以色列服务器芯片厂商Malix Malix家的芯片驱动着连接高速网络的服务器 适用于各种市场 包括高性能计算企业数据中心 网络安全及金融服务 对于NVIDIA来说就是一颗金蛋 老黄盾时皮一甩大手一挥狂砸70亿美元 要把目前市值59亿美元的Malix收入当中 据悉在收入Malix公司的过程中 NVIDIA和英特尔都出价了 由于他们的谈判并不是公开的 所以具体是不是70亿美元还不太确定 很有可能还有浮动 NVIDIA目前市值910亿美元 早些时候还将Q4的营收预期下调了5亿美元 就是因为中国市场增长疲软 数据中心的销售额也不及预期 为了获得更多的营收 让企业能活得更好 NVIDIA开始整合供应链 拒绝第三方中间商赚差价 在数据中心和服务器等领域中 NVIDIA的GPU难逢敌手 现在追求的是更完整的解决方案 以此来吸引潜在用户 腹权短板的NVIDIA吸金能力可能会更上一层楼 期看未来半年的发展局势吧